初立在南投知名公廟旁 U型绿地广场 尽千只彩绘风车花 随风转动 形成一片美丽的花海 在庙前看台俯瞰 辽阔的彰化平原 令人心情舒畅 来这里放松一下心情 毕竟就是这里是山上 看下去就会很漂亮 尤其像现在就是夕阳 快落下的时候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竟然就将 所有的风车 一千多株的风车 直接送到民间乡 各个学校 由小朋友来绘画 民间乡风车节迈入第七年 今年结合五个社区发展协会 举办产业成果展 将当地凤梨 空心菜等 农特产再研发加工 制成副产品 增加销量和卖点 把凤梨叫做印凤梨 还有凤梨干 还有凤梨酥 因为我们这个都是手工做的 所以我们就是原汁原味 让我们的空心菜 不管它的梗还是它的叶子 都能发挥凌厉机制 转动茶香 点亮凌尖 来 转动 谢谢 风车花海搭配各式各样的霓虹灯饰 点亮松柏林的夜景 更加璀璨亮丽 除了彩绘风车以外 我们还增加了那个光环境的布置 让我们视觉看起来更加的亮丽 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茶厢 来做一个茶厢的旅游 那也可以采买我们在地的一个农特产品 那这个期间也是我们的温泉季 民间乡风车节展旗 自即日起到明年4月7日止 邀请全国民众来拍照打卡 感受茶厢的文化和生活 新唐人两配电视 萧正宗 林沛云 台湾南投采访报道